跳舞和死亡这两个名词听起来毫无关联 但在历史上却真实出现过 群体因跳舞而死亡的离奇事件 你敢相信吗 据记载 1518年8月一名法国女子在大街上 突然狂热的扭动四肢 周围的人不但没有制止 反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他们不分周夜的跳舞 一个月之后 这个狂热舞蹈团的规模达到了400多人 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狂欢中 这样疯狂的舞蹈最终导致多人竭力而亡 那么这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呢 现代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 归因于群体的心理疾病 在某种心理压力下 产生一种没有生理根源 却极强传染性的症状 历史上也称舞蹈瘟疫 不少史学家将舞蹈瘟疫 看作是欧洲中世纪黑暗历史的名证 可怕的是 即使到了20世纪 意大利南部每年还会出现这类事件 舞蹈至死之谜 依旧是西方历史上难以破解的谜题之一